滑翔机是汽车人的侦察兵本身并不具备强大的火力 但它的飞行技巧完全可以弥补它在战斗方面欠缺的能力 从爱上滑翔机的姑娘开始 作为配角的她也拥有了不错的人气 但在86大电影之后 滑翔机在第一动画中基本也销声灭机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收起起落架 展开尾翼 再整体翻起 解锁机头 解锁胸甲 把双腿下翻 把胸口后翻 和推进器锁定 扣合胸甲 把上门身下翻 机翼根部向上旋转 机翼墙后翻动 翻起机翼 和推进器锁定 下翻小臂 推出手掌 双腿分离 向下翻动 旋转腰部 旋转双腿 翻起脚掌 把小腿下拉 再把腹部锁定 翻起头部 向前旋转 把机舱下翻到底 把武器插进手心 如果子弹丢了也不要紧 加特林宠前更好看 玩具变形比较简单 是官方经典线玩具的典型风格设计 它的尺寸是优积 完全不同于以往滑翼机的大小和比例 对比G1形象 滑翼机不仅增加了尺寸 还给它配备了强大的火力 胸口打开仍然有爱心刻画 是对动画情节的致敬 也让玩具更有意义 猜吧 该谁了